为某杰回答 回答文字事理的问题 要讲身无我 而教导众生 其实这个就是 三十七道柄的 四念处 观身不尽 这个无我是 观法无我 观心无常 观受是苦 这个就是 四念处 然后呢 要说 身本身也是空的 因为是四大甲合 这个身是变来变去 因为无常 到最后也会变成空 我昨天讲说 皇子到最后也会拆掉 变成空 那么车子呢也会坏掉 再好的车子也会坏掉 也会变成空 那么人也会死 到最后也是变成空 若提四大分散 也就是空极了 但不能讲说必尽空极灭 不能讲什么都是必尽极灭 那就进入完空了 那布施也不用做了 善事也不用做了 什么都到最后都是空嘛 那就是完空 说悔先罪而不说入 他说应该在这个时候啊 维摩姐讲 这个时候就要修忏悔法 我告诉大家 悔就是要忏悔 如果这个菩萨有病 也要忏悔 忏悔为什么呢 忏悔在过去世 你也许做错了 忏悔 说不定这一世 你虽然是一个菩萨 也不一定完全对啊 你也会做错事情啊 做错事还是要忏悔 所以就是要修忏悔法 按照维摩姐讲的 忏悔先罪 已以过去 现在未来 你通通都要忏悔 你现在所做的 也不一定对啊 你虽然是一个菩萨 菩萨也会做错事情啊 我们讲了先人打鼓 神仙打鼓也会有错 神仙打鼓啊 孩子会打错 没有可能 什么都有可能的 以己之己 明以彼己 就是这个时候啊 你要做自他护患法 你自己身体有病了 你受了苦 你自己再想一想 别人生病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你不能在旁边笑啊 你要体会到 别人生病的时候 那心理的状态 是什么样子 要体会到生病的人 你自己身体生病了 你就知道 别人生病的时候 多么痛苦 那种苦你已经长了 你才能够知道 别人生病的苦啊 我一生很少有生病的 我那时候讲话 口气好狂好大 听到我咳嗽一声 我就给五百块美金 听到我打喷嚏一声 我就给一千块美金 那时候在法座上讲的 年轻的时候啊 年轻气盛 自己好几年没有感冒过 说话很狂大 听到我打喷嚏一声 我给一千块 听到我咳嗽一声 我就给你五百块 这一下子大家赚翻了 真的 早就收回了 年轻的时候真的 身体很强壮的 我当军人的时候受训了 夜夜晒跑 我也是跑很快的 现在叫你跑很快 你看看 一百公尺你跑多少 真的看到车子来了 我想我一定跑得过 结果跑到中间 车子都快要到了 发现自己真的跑不动 才知道自己身体老 我第一次到了美国 到了阿拉伯学校 美国的学校就是用动物来起名字 我去阿拉伯书看到当杠很高兴 走我去拿起来就要甩这个小车轮 发现甩不动 年年已过中年 真的 年轻的时候大小车轮我都转的 小时候大小车轮 在当杠上甩大车轮小车轮 我都做的 你看现在阿连比克运动会 大车轮小车轮 一个箱子一个箱子 跌起来那叫什么 那时候叫跳箱吧 跳箱 那时候我在箱上很多动作的 我可以在箱上做很多动作 单手旋转都可以 我小时候真的身体都练得很好 所以你现在生病的 你就会灵命别人生病 这是治他复犯保 你病的时候你终于想到他人 他人病的时候为什么脾气会变不好 你要原谅他 因为他生病 病人当然他有他的情绪 你也有自己生病的时候 你也有情绪 别人生病的时候当然有他的情绪 要同情别人 当事说是无数的劫苦 应当要认识到 累世以来啊 无数界的痛苦 无数界的这些痛苦 这个时候啊 你要知道 你必须要利益 所有一切的众生 必须要利益 一切所有的众生 就是说 当念小异一切众生 一手修复 念以尽命啊 你就清静你自己 八正道里面 你清静 正命 正念 跟正命 通通都出来了 呼声忧恼 长期精进 因为你生病了 你不要忧愁 也不要烦恼 应该要更加的精进 去修行 去布施 当作一王 了至重病 菩萨应如是未遇 有吉菩萨 另其翻喜 这个时候啊 你这个菩萨 就等于是 一生之王 一王啊 要王菩萨 要上菩萨 你就是一王 要施流力光 王佛 就是一王 你自己本身 用这个方法 去治疗众生的病 菩萨应该如此的 慰愈 有吉菩萨 另其翻喜 所有的菩萨 都应该这样子 去慰问 有生病的菩萨 令有生病的菩萨 心生欢喜啊 这是我维摹节 本身所讲的